大家好,我是佳君阿姨 最近老有网友粉丝朋友就私下问我 是不是要回去了,快到期了吧 还真是,我是去年10月18号到的美国 按照美国的规定,像我们这种来看孩子探亲的 一次可以待够180天 那我就应该在4月18号之前离境回国 可是今年疫情有点严重,情况就比较特殊了 我在这待的这段时间,看孩子们生活状态挺好的 两个小的,最小的都三岁多了 也不需要太多人照顾了 所以呢,我一旦闲的时间多了的话呢 我就想回去了,尤其是我就很想国内的家人嘛 在家里有一堆亲人呢 有老妈,哥哥,嫂子,姐姐们 可是啊,今年这个情况有点特殊 想回,回不去 一个是回去的这个流程啊,需要办很多的手续啊 做很多的东西啊 这个流程确实挺复杂的 这个还好说 最主要的是你现在啊,买不到机票 我从一个多月之前就开始看这个机票信息 就是这个样子啊 完全就没有 像我们这种从国内来美国看孩子的家长的啊 还是挺多的 我们也有那种群 大家呢,在里头经常将留一些信息什么的啊 就看这个,他们有好多那个家长 人家在来了以后 就差不多是12月份啊 1月份啊 人家就开始订了机票了 你别看他订的早 就最近这些日子啊 是每天都有取消的 就这航班就都给取消了 就完全就没有飞机回去 所以买了机票也回不去啊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眼看就到期了 也得在这儿你也不能黑这样 也得合理合法这样 所以呢,现在就是两个途径解决 一个就是申请延期 再一个呢,就是申请绿卡 我呢,实话实说 我们呢,是申请了绿卡 我来之前哈,就有这个思想准备 因为那个时候疫情也是挺严重的 我们呢,就是 当时我就是从那个新加坡来的嘛 那如果我当时有绿卡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从国内到这来 经过这个事以后呢 就觉得有这个绿卡还是挺方便的 所以就做了一些准备 准备了一些材料 就想着如果要是疫情严重了 不能按期回去的话 那就,反正也是在这儿待着嘛 就干脆申请绿卡吧 今天我就跟大家汇报一下这情况 我估计啊,现在肯定大家都跟我是一个想法 就是什么呢 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的过去 早点过去 世界和平 各国的百姓都国泰民安 安居乐业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谢谢您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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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